嗨,大家好,我是彼得,彼得,彼得豬 我們今天要來做的就是 雙人發售器 準備材料有這個東西 網路上買,才一百塊 對,你沒有聽錯,台幣一百塊 就可以夾 然後就可以夾 這樣子就完成了嗎?當然不是啊 我們還要幫他鑽孔固定 因為你在用力拉扯的情況下 那這個還是沒辦法夾緊 所以呢,我們可以鑽兩個洞 用螺絲把它固定起來 OK了 那如果你想要穩固一點的話 就是鎖束的螺絲 上下都各鎖兩隻 等於說要八根螺絲 就完成了 勞固啊 這樣子就隨便你拉了 那有觀眾說 欸,彼得豬,我的手沒有那麼大 可以一次握兩個 怎麼辦 沒關係,他這個可以微條 所以這樣子 變成靠近一點的 你這樣子就可以輕鬆 一起拉 321 一戰鬥 還有FU 炸死 那再來是鞋色 鞋色就是 這樣是平色嘛 那鞋色就是 把一邊微條 看你要哪一邊鞋色 你就幫他搬 因為這個可以多 變形 你要拉那麼遠 都沒問題 這樣子 我們手掌 沒那麼大了 好不好 縮回來 好,然後鞋色 看你要多寫 這個可以調 好,馬斯福 321 炸死 炸死 效果又好 那握的話 你就是看你要抓住這裡握就好了 你也不一定要像這樣子握 你就是抓這裡 讓他固定住就好 因為你握一把的話 用力拉扯的情況下 他會 他就會 畫 那如果你握這裡的話 那慢動作就是 很牢固啊 跟你之前那個 發射型的感覺怎麼樣 比較更紮實 這個比較紮實 而且 不容易再 空氣受到一個重點 那這樣子 的好處就是 你在這個比較開 那 在空中 下去的瞬間 才不會相撞 那如果做法太 之前的做法太近的話 會導致說 陀螺一拉 那陀螺 他本身 我們沒辦法控制說 他 很平順的 直接下來 他可能會偏 那如果兩 兩顆剛好 偏的話 那就會相撞 這個在交換 發射器的時候 也比較好交換 因為 縫隙比較大 你可以拉開來 因為之前的 發射器 做法太近的話 會變成說 距離太近 你的手 沒辦法卡進去 很難撕力 那這次就 分享這個神兵給你們喔 謝謝大家 再見